第八百五十一章 宋缺 你凭什么不服气 天人触手可及啊 白小春一想到自己 很快就可以成为天人 他忽然觉得 这个世界无限的美好 尤其是回忆星空到极宗 想到堂堂源头宗门 也只是有五位天人而已 且那五个天人的地位之高 不说无上 也相差无几 那可是能居住在蓝色彩虹上的大人物啊 白小春越想越是激动 甚至还想到了长城时 那位陈鹤天身为天人 明目张胆地坑自己的一幕幕 等我回去后 怕是用不了多久 就能天人 到时候 呵呵 陈鹤天 我白小春报仇 几十年也都不晚 白小春意气风发 只觉得自己在蛮慌 可以说是走向了人生巅峰 此刻昂首挺胸 觉得天大地大 如自己这样的绝世天骄 实在是太少了 寂寞啊 白小春背着手 摇头美滋滋地感慨一番 这才大摇大摆地走出洞府 到了昏迷的宋缺面前 看了看宋缺 白小春有些头痛 想了想后 右手抬起一指 顿时一道灵气融入宋缺体内 宋缺全身一震 慢慢睁开眼 呆呆地看着四周 有些茫然 可当她看到白小春后 整个人却猛地一个机灵 呼吸急促 双眼赤红 脑海更是嗡鸣不断 昏迷前的一幕幕 再次浮现脑海 缺儿 你听我解释 白小春一看宋缺这个样子 就更头大 赶紧开口 可话语还没等说完 宋缺那里大吼一声 你 宋缺悲愈绝 一想到自己居然成为了白小春的宠物 她就觉得 这是自己这一辈子洗刷不掉的耻辱 此刻吼声中 她内心的憋屈已到了极致 要看就要爆发 白小春也很是头痛 眼看宋缺要爆 她脑海念头急速转动 刹那间 神色就变了 不再是一副要解释的样子 而是从未有过的严肃 凝重中 双目内甚至还透出痛息 抢在宋缺之前 用更大的声音 压过宋缺的疯狂 宋缺 我知道你不服气 可你凭什么不服气 白小春怒吓 我白小春一路走到今天 不管是血西宗 逆河宗 星空到极宗 又或者是长城 最终是这蛮荒 你看到的 只是我最风光的时候 可你怎么知道 这一切 我是凭空得来 我告诉你 你奶奶的 老子之所以能有如此风光 是我用命换来的 白小春声音越来越大 吼声震动四方 让行将爆发的宋缺 也都愣了一下 她还从来没看到 白小春如此过 星空到极宗 你们都离我而去 是我凭着自己的本事 一步步开创了客栈 更是送你去了彩虹 我不欠你 长城中 我更是以我的丹药造诣 成为万夫长 你难道认为 天人是瞎子 宗门是傻子 会让我成为万夫长 那都是老子 凭着战功换来的 白小春大秀一甩 声音斩钉切铁一般 传入宋缺耳中 哪怕宋缺之前疯狂 可听到这里 也都内心一阵 蛮荒中 你更是亲眼看到过 多少人要杀我 我多少次生死未接 满朝文武 都恨我入骨 而我更是不惜暴露 也要将你救下 而你呢 不就是摸了摸你的头吗 怎么的 你的头摸不得 我没资格去摸 老子不但是你小姑父 更是有半神岳父 还是明皇的师尊 蛮皇暗中的主宰 若真论身份 我说与天尊同位 谁敢说 我没资格 白小春最后 几乎是咆哮 声音之大 让宋缺这里面色苍白 所有的憋屈 所有的歇斯底里 所有的爆发 竟在白小春这风暴般的言辞下 不断地崩溃 不断地消散 她的身体下意识地就退后几步 眼睛虽红 可心中的轰鸣 超越天雷 不断地回荡 她承认 白小春所说 都是真的 白小春不欠自己什么 一切都是造化的同时 甚至对方还多次救了自己 如在这蛮荒 如果没有白小春 现在的宋缺 不说死亡 也必定极为凄惨 她的不服气 更多的是 来自自身的自尊 她看白小春不顺眼 更多的是 来自自身的脆弱 而白小春最后的话语 所说的资格 就算是宋缺 也都不得不 呼吸急促的沉默 她竟无法反驳丝毫 只能呼吸越发急促 胸口不断起伏 眼看宋缺这里被自己震慑 白小春也松了口气 方才那些话语 她也是没办法才这么说的 此刻眼看有效 白小春内心有些得意 可表情却冷傲严肃 宋缺 你可以看我不舒服 你也可以把我当成 你要翻过的山峰 我白小春等着你 但 在你还没有资格前 给我老老实实地忍着 白小春小袖一甩 这句话说的质地有声 充满了一股无上霸气 甚至为了配合自己这句话 白小春暗中还展开了 不灭地权之意 使得一股帝王皇者般的霸道气势 在她身上不断地爆发 好似催枯拉朽一般 轰击在了宋缺的心神上 宋缺摇晃着 再次退后几步 看着白小春 身体颤抖的同时 也不得不承认 这一刻的白小春 竟让她心中 升起了从未有过的敬畏 现在 我要离开王皇 要回你合纵 你宋缺 愿意来就跟着 不愿意来 白某绝不勉强 白小春冷哼一声 看都不看宋缺 身体一晃直奔苍穹 没有飞得太快 白小春也在等待宋缺的选择 我之前那些话 应该有点作用吧 哎 头痛啊 君婉啊 我对咱们这个侄儿 可真的是很用心了啊 白小春眨了眨眼 摸了摸额头 感慨起来 宋缺在明河岸边沉默 目中复杂的同时 内心长叹一声 闭上了眼 当再次睁开时 她目中露出果断 早啊 我要超越她 这句话说的 连她自己都没自信 可却似乎成为了习惯 如果不这么说 她会觉得浑身不自在的同时 会忍不住生起挫败感 仿佛是自欺欺人 宋缺低哼忠 一晃飞出 跟随在了白小春的身后 看到宋缺来临 白小春总算松了口气 实际上她心中也有歉意 但更多的则是无辜 琢磨着自己应该是没做错呀 不就是摸了摸头吗 我又没让她伸头 是她自己伸的呀 白小春眨着眼 这话她也只能在心底嘀咕 知道若是当着宋缺的面这么说 估计好不容易被自己震慑的宋缺 又会爆了 唉 她也太容易爆了 白小春摇头 向着远处急迟 宋缺一路面色难看 一言不发地跟随 很快的 二人就消失在了天边 索区方向 正是处于东脉长城 与北脉长城之间的 可以最快回到逆河宗的那片 生命禁区 按照他们的速度 数月的时间 就可达到生命禁区 时间流逝 转眼过去了两个月 这一路上 没有城池 都是一处处连绵可却狼藉的山脉丛林 浑修少有 唯独一处处恢复后的土著部落 时而可以看到 这让白小春心底有些遗憾 总觉得自己的离开 难道就这么的默默无闻 无人问津了吗 罢了罢了 还是低调一些好了 白小春叹了口气 看到远处有一条弥漫裂缝的山脉 按照他对蛮荒地图的了解 知道过了这处山脉后 就算是踏入到了蛮荒的边缘了 可就在白小春带着宋缺 脚步一顿他身后的宋缺 两个月来面色始终阴沉 可眼下也是瞳孔一缩 神色微变 他们的目中所看 在那山脉顶 此刻赫然站着一个女子的身影 长发飘飘 红色长袍 略有轻瘦 可却更显绝美的容颜 如仙子一般 绝带风华 正是 红尘女周子墨 第852章 白小春 你给我一个交代 再看到红尘女身影的刹那 白小春内心咯噔一下 瞬间愁眉苦脸 他在这蛮慌 如今最害怕看到的几个人里 红尘女绝对是排在守卫 实在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因具鬼王的撮合 从而变得很是复杂 一开始 白小春还觉得有些刺激 可如今随着接触 尤其是公孙瓦尔出现后 那绝世之战 对于红尘女 白小春就头痛了 他也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这个女子 哪怕他琢磨着自己出手 倒也不怕这红尘女 可实在是没法打呀 我都要走了 这周子墨居然在这里堵路 白小春脚步停顿 发愁时 脑海里第一个念头 就是绕路 这个念头一起 就再也压抑不住 卷儿 对方来者不杀 估计是来抓你的 咱们赶紧绕路逃走 白小春连忙开口 转身一晃 直接远去 宋缺内心比 他知道红尘女 与白小春之间的一些事情 内心哼了一声 倒也没有去多说什么 不过速度却缓了一些 显然是不愿参与进去 而山顶的红尘女 他冷冷地看着白小春 目中深处带着浓浓的复杂 他也说不清 对于这白小春是什么心态 二人之间的一次次事情 让他纠结无比 甚至他也知道 自己不应该出现 可还是出现了 此刻二人隔着半空 在那相互对望时 白小春那愁眉苦脸的表情 立刻就让红尘女 内心升起无名之火 又看到白小春 居然都不敢到来 而是转身就逃 这就让红尘女的怒意 随之爆发 白小春 红尘女娇喝一声 声音如惊雷 传遍四方时 白小春一哆嗦 逃得更快 而宋缺则是赶紧后退 几乎在他后退的刹那 红尘女的身影 化作了一道赤色的长红 瞬息就从山顶 直奔白小春而来 他带着莫名的怒意 速度之快 掀起苍穹的尖锐呼啸 更是右手抬起 向着白小春所在的地方一指 顿时白小春四周的苍穹 立刻就成为了赤色 融入了红尘女的意志 好似风一一般 轰然间凹陷下去 白小眉头微皱 但身体却没有丝毫停顿 静猛的一撞之下 轰的一声 这四周凹陷的虚无 竟被他生生撞的坍塌爆开 天人之力 竟无法阻挡他半点 若是换了之前的他 就算可以做到这一点 也要耗费一些神通 可眼下他修为到了 原因大圆满后 对于天人初期 白小春已经可以站了 就算是天人中期 若展开全部神通 白小春也都能与其争斗一番 可就在白小春这里 撞碎了红尘女的天人避障后 红尘女墓中寒芒一闪 掐绝间 竟有红尘子墨爆发出来 这可是巨鬼秘法 更是能将曾经的公孙娃 也都封印得绝世神通 此刻随着施展 顿时巨鬼城的虚影 就幻化在了白小春的四周 封印的气息 随之狂暴而起 白小春面色一变 他知道这束法 就算是对红尘女而言 都是杀手锏 且施展起来要耗费寿援 不是任何天人都具备的禁法 身体不由地停顿了一下 周子墨 你疯了呀 白小春也怒了 这么一顿 立刻红尘女的速度猛地加快 刹那就追了上来 二话不说 直接掐绝 使得红尘子墨漠然运转 封印之力更大 红空间 一股巨大的犀利 就从白小春四周 那虚幻的城池投影中散出 白小春眉头紧皱 他实在不想与红尘女纠缠 此刻大喝 周子墨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还真以为我白小春怕你不成 白小春吼声中 身体猛地一晃 在那红尘子墨的犀利下 他全身不断地膨胀起来 无数石头从八方飞来 刹那就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时人 正是人山绝 大手一挥 身体一冲 白小春肉身之力全部爆发 不死骨大圆满的极致肉身 超越了原因 堪称是天人之身 此刻撞击之下 天地轰鸣 那红尘子墨的虚影也都颤抖 竟被白小春一步之下 生生凭着肉身 冲出了投影的范围 走出了封印的区域 白小春 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周子墨大声开口 身体却没有丝毫停顿 掐绝间喷出一口鲜血 其鲜血瞬间就化作了 十根血色的长毛 呼啸间如同十道血丝 直奔白小春 交错而过 似要绞杀 眼看危机 白小春无奈叹息 双手猛地抬起 向着四周漠然一挥 轰鸣间 组成他石身的所有石块 全部自行爆开 向着四周轰隆隆地扩散时 直接就与那来临的 十根血色长毛碰触 聚想滔天中 这十根长毛也都倒卷 而白小春的身体 也在石身散开中 化作一道闪电 不是逃顿 而是直奔红尘女 右手随之抬起 在临近的刹那 一拳 轰出 能不能别闹了 一拳落下 白小春的声音 也随之回荡 轰鸣间 红尘女全身震动 倒退术步 抬头时 她目中更为复杂 白小春的成长 让她这里也心神震动 要知道 方才她虽没有权力出手 可显然白小春那里 也是如此 此刻复杂中 她不知想起了什么 凤雾慢慢带煞 向着白小春冰冷开口 我没有闹 你我之间有婚缘 这是我父王定下的 你可以一走了之 可我能怎么办 我父王又怎么办 你呢 一句话没有 连见我都不敢 白小春 你是不是个男人 白小春更头痛了 赶紧解释 子墨你听我说 你这么漂亮 这么优秀 一定能找到比我更好的道理 至于我聚鬼老哥那边 这是误会啊 她老人家一定会理解我的 我也不是不见你啊 我是着急回家啊 还有 我真的是个男人 白小春苦笑 可她话语还没等说完 红尘女那边 胸口起伏中 好似爆发了 白小春 你是真的不懂 还是装糊涂 啊 如今的奎皇朝 都以为你那弟子明皇白号 才是我的道理 都在传我是明后 面对无数人的目光 你让我怎么办 嫁给你的弟子吗 红尘女彻底报了 声音极大 传遍四周 远处的宋缺 此刻看到白小春与红尘女的一战 内心很是震动 她之前哪怕心中已经知晓 白小春很强 可如今亲眼看到 还是极为震撼 而如今 又听到了红尘女的话语 宋缺面色古怪 内心却是兴奋 白小春啊 白小春 你也有惊天 宋缺振奋中 索性不远去了 而是站在那里 仔细去看着热闹 白小春也傻眼了 红尘女说的问题 她的的确确在这之前没考虑到 此刻一听 从心底都觉得红尘女说的有道理 顿时就尴尬起来 子墨 白小春张开口 刚要说什么 红尘女那里袖子一甩 咬牙冷声 传出话语 今天 你要么留下 我周子墨可以嫁给你 要么 白小春 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白小春理亏 更是尴尬 文言连忙安抚 子墨 你别激动 我发誓 我会回来的 真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回来的 白小春生怕周子墨不信 话语间还拍着胸口 发出喷喷的声音 可她的言辞以及动作 或许过于浮夸了一些 红尘女一眼就看出 白小春这明显是在敷衍 内心的恼怒在这一瞬 再也无法控制 白小春 红尘女咬牙 身体一晃 直奔白小春而去 这一次是全力出手 瞬间轰鸣之声滔天而起 天人之意弥漫四方 看得宋缺也都吸气 不断后退 白小春惨叫一声 赶紧后退 若是换了之前 她一定会反击 可眼下她理亏心虚 实在没办法去反击 只能闪躲 口中不断地解释 子墨你听我说 我会回来啊 真的 你相信我 第853章 千万不要捏碎啊 任凭白小春如何解释 也都于事无补 红尘女根本就不幸 在她的出手 与白小春的闪躲下 二人渐渐越站越远 很快地就到了山脉上 宋缺远远看去 心惊肉跳的同时 也振奋无比 暗中高兴 觉得能看到这白小春 如此一幕 自己心头的那口憋屈的气 也都疏散了不少 她虽有心靠近继续看热闹 可红尘女此刻发飙之下 天人之意弥漫 宋缺心知自己的修为 若是靠近了 实在危险 于是迟疑后 只能遗憾地留在原地 看着白小春与红尘女的身影 渐渐消失在了山脉上 去了另一边 山脉的另一边 是一片茂盛的丛林 轰鸣之声滔天中 白小春狼狈的后退 闪躲四周 一道道穿梭而过的红芒 那任何一道红芒 都可以对寻常的原因大圆满 造成惊人的重创 可在白小春这里 在她那强悍的肉身之力下 虽也被树到轰击 但却没什么大碍 只不过 衣服却是残破了不少 整个人 看起来很是狼狈 子墨 你别这样 白小春焦急开口时 红尘女眼看拿白小春 没什么办法 冷哼中迎牙一咬 喷出发血 顿时这四周的血毛 暴增数倍 呼啸间直奔白小春 血毛太多 交错而过 形成血网 就算是白小春有惊人的速度 也都越发狼狈 很快的 就在白小春这里 危机压过了心虚 也恼火生气时 忽然的 随着红尘女的双手掐绝 白小春四周的大量血毛 速度猛地爆发 轰轰间直奔白小春呼啸而去 白小春也怒了 猛地右手抬起 直接一拳落下 轰在前方 形成风暴与那些血毛碰触 巨想逃天中 血毛崩溃了大半 可依旧还是有一部分穿透而过 直接就轰在了白小春的身上 白小春全身一震 倒退几步 伤势不重 可她的面色却是一变 实在是她的肉身虽强悍 可衣服却做不到这一点 在那轰击下 衣服破损极为严重的同时 她的储物袋 更是被束到血毛 直接穿透 轰的一声 她储物袋就崩溃开来 其内的无数物品 就这样的散落开来 零零散散 从天降 里面有多色火 有无数魂塔 放置魂药的盒子 还有各种单瓶 单炉 单药 令牌 乃至大量的法宝之物 数量之多 足有上万件 周子墨 你过了 白小春顿时大怒 大袖一甩 立刻收取储物袋内散出的物品 她是真的怒了 红尘女也呼吸一致 知道自己有些过火了 可她面皮薄 听到白小春这么凶自己 她又想到这段时间自己的苦涩 于是一咬牙 这些破烂 你很看重 她冷哼中 竟衣袖一甩 将远处那些散乱的物品 大都挥开 使得白小春无法全部收取 更有一些脆弱的丹药 直接就被爆开 你你你 我的丹药 白小春咬牙切齿 内心怒意腾然 声音也都带着咆哮 而红尘女也看白小春如此 更加变本加厉 更是随意地一抓 顿时就将散落在她面前的一枚红色的丹药 抓在了手中 目光一扫 因没有单道造诣 也就没看出 这是什么丹药 可就在红尘女抓住这枚丹药的刹那 白小春那里 却是看得清清楚楚 她猛地就睁大了眼 倒吸口气 脑海瞬间蒙鸣滔天 此刻来不及去心痛那些被毁去的丹药 声音都变了音调 带着颤音赶紧开口 子墨 你千万千万小心 那枚丹药别弄碎了 不然就真的出大事了 白小春都快哭了 那枚被红尘女拿在手中的丹药 正是 发情丹 这发情丹 白小春在蛮荒中用过多次 如今剩余的也都不多了 此刻被红尘女拿在手中的 就是其中之一 而此丹很脆弱 一旦被捏碎爆开 就会化作红雾 这雾气内的所有存在 它们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 此事白小春可是心知肚明 尤其是想到自己在牢狱内的实验 几乎没有几个能抵抗后 白小春心肝都哆嗦了 听到白小春的话语 又看到白小春那焦急的表情 红尘女愣了一下 低头目光一扫 看向自己手中那似狠不起眼的丹药 就在红尘女低头看去的刹那 白小春焦急中 抓住机会 立刻眉心出现第三目 施展了通天法眼 利用法眼之力 去将红尘女的身体操控 在红尘女身体猛的一阵的瞬间 白小春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就展开身体极致的速度 甚至修为也都全面运转 瞬移加上肉身的爆发 使得她刹那间 就出现在了红尘女的面前 右手抬起 猛的一把抓向发情单 此刻种种神通都在瞬间施展 轰鸣间 白小春的右手 眼看就要抓住丹药 可就在这时 红尘女猛的目光一闪 竟提前地挣脱了 白小春的通天法眼 眼看白小春要来抢夺丹药 红尘女猛地收手 刹那间 她的右手就与白小春的右手 碰到了一起 不 白小春想要收手 已经晚了 她背壶中 轰的一声 二人的碰触 掀起了惊人的冲击 在白小春瞪大了眼睛 脑海闻鸣中 她眼睁睁地看着那枚发情单 在这冲击下 砰的一声 直接碎开 完了完了 白小春哀嚎中后退 可哪怕她退后得再快 此刻也都面色朝红了 脚步迟缓中 眼看着那熟悉的红雾 刹那间就扩散开来 直接就将自己 与红尘女笼罩在内 白小春顿时悲愤 可无论如何尖叫 也都遮掩不住 她慢慢粗重地呼吸 红尘女面色变化 她不知道这丹药是什么 想要不去呼吸 可这雾气诡异 竟只要是碰出了皮肤 就可自行融入 而她的右手 又是丹药爆开的核心区域 几乎是瞬间 红尘女的面色 就出现了红润 她呼吸急促 睁大了眼 露出惊恐的同时 也猛然间想到了 白小春在长城上的一幕幕 这是什么丹药 红尘女尖叫一声 身体急速后退 可在这后退时 她的身体也都颤抖起来 实在是方才她 距离丹药爆开的地方太近了 几乎一半的雾气 都顺着她的右手 融入体内 两枪中 一瞬就追了上来 将她的身影再次笼罩 这一刻 红尘女的脑海轰的一声 体内的火热 再也控制不住 全面爆发了 雾气内 白小春呼吸粗重 可却依旧在挣扎压制 她原本储物袋内 还有一些丹药 不说能化解发情丹 可也能中和一下 只是如今储物袋爆开 她短时间找不到丹药 此刻交集中 她知道要出大事了 于是赶紧飞出 想要离开这片雾气的范围 寻找中和丹药 只是发情丹的药力太猛 白小春也都头晕无比 体内火热不断爆发 她只能凭着意志 去勉强抵抗 可就在她半个身子 都出了雾气 甚至看到了 远处的草丛内的 一枚中和的丹药 忽然地 从她身后的雾气内 猛然间就伸出了一只 原本洁白如玉 可如今在那火热下 也都潮红的小手 一把就抓住了 白小春的衣服 在白小春惨叫中 猛地就被 拽回到了雾气里 不 啊 你不要撕我的衣服 我还是第一次 你温柔点 啊 好痛 雾气内 不断地回荡 白小春凄惨的叫声 那叫声足以让人毛骨悚然 无法想象此刻的白小春 正在承受什么样的 狂风暴雨 第854章 那是 神算子 时间流逝 这片红色的雾气 存在了约末数个时辰 才慢慢消散 第一个走出来的 是红尘女 她面色红润 可却皱着绣眉 似随着走出 身体很适不适 而目中更有复杂 回头看了看 身后正在稀薄的雾气 狠狠地一跺脚 似牵扯到了疼痛 她轻轻撕了一声 带着恼羞 漠然飞出 化作长虹 消失在了天边 直至红尘女走了约末一炷香的时间 这片雾气才完全散去 露出了里面 一片狼藉的地面 在一棵大树下 白小春呆呆地坐在那里 双眼无神地望着天空 面皮不断地抽动 太粗暴了 白小春欲哭无泪 半晌后才从四周捡起一件衣服穿上 她站在那里 一脸悲愤 她一定是故意的 难道我这么诱人 居然都让她受性大发 以至于故意用发情单来推倒我 白小春想到这里 心中悲催的同时 也有一些得意 尤其是脑海里浮现出方才的以你一幕 更是让她心跳不由地加速了几下 罢了罢了 这件事也算是给了周子墨一个交代 白小春长叹一声 在这四周的丛林内 将之前散落的所有物品都收了起来 重新拿出一个储物袋放入后 又换了一套衣服 这才离开了丛林 发情单 实在是太损了 白小春第一次觉得 自己当年就不该创造出发情单 这丹药 她以往都是给别人用 如今却被自己吸收了 想起之前的可怕 想起那意志的挣扎 她就万分地佩服周一新了 还是一新厉害 当年我给她吃了那么多 她在面对那头凶兽时 竟都忍住了 白小春感慨中飞出了丛林 不多时就找到了宋缺 宋缺始终没敢靠近山脉 留在原地等待 此刻看到白小春出现 尤其是看到白小春那满脸红润 可却似无奈的样子 她心底有些诧异 可宋缺也没去多问 猜出必定与红尘女有关 在她看来 不管什么事情 只要能让白小春如此表情 这就是天大的好事 就这样 白小春与宋缺飞过了这片山脉 向着生命禁区所在之地 越来越近 时光飞逝 转眼又过去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 因越来越偏僻 所以他们一路上遇到的浑修不多 就算是有 白小春与宋缺身上的修为波动 就连忙避让 而在大地上的一处处土著部落 也都有不少 在看到白小春与宋缺于天空飞过的身影时 一个个都赶紧膜拜起来 越是靠近蛮黄边缘 这里的土著部落就越发地原始 甚至宋缺都看到了好几个部落 居然都是母系不足 里面的女子一个个高大威武 样子猙獰 甚至有不少身体都是庞大无比 这样的野蛮与原始 宋缺还是首次看到 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而这些部落内的土著也都在注意到 白小春与宋缺后 如看神灵 敬畏无比 除此之外 宋缺好几次都发现 白小春那里 时常一个人发呆 时常目中似 还有些回味的样子 他心中实在是好奇 不知道白小春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明明是两个人打着远去的 可回来的 却只有白小春一个人 难道他把红尘女杀了 宋缺想到这里 也都吓了一跳 但却不敢多问 只能暗中打定主意 一旦不妙 就立刻逃顿 就这样 在宋缺这里警惕 白小春这里古怪中 他们在这天空上 不断地靠近生命禁区 直至距离生命禁区 约某还有三五日的路程时 忽然的 白小春脚步一顿 原本有些恍惚的神色 此刻也都露出差异 看向在远处 一座山峰下方区域中 存在的一处土著部落 这是一个小型的母系部落 在部族中 女性占据主导 无论是战斗 又或者是生存 都是如此 男性在部落内处于弱势 似只有繁衍这一个作用 而在这个小部落内 土著不多 只有近百 其中九成都是女性土著 只有很少的八九个男性土著 每一个虽都很销瘦 可身体的骨骼却很大 只不过一个个都是有气无力 懒散地坐在部落里 彼此之间时而交谈几句 在他们的不远处 有一片草堆 在那草堆上 也坐着一个男子 这男子明显不是土著 仿佛是个浑修 只不过身上扎着草裙 瘦弱无比 如皮包骨一般 身体更是脏兮兮的 满是凄惨狼狈 此刻正躺在那里 无神的双眼 呆呆地看着天空 似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白小纯的目光 在远处遥遥地看到这个男子时 愣了一下 雀儿 你有没有感受到 那里有一股熟悉的气息啊 白小纯经其道 宋缺文言一愣 站在半空 神识一扫后 眼睛猛地睁大 神算子 宋缺到吸口气 一脸无法置信 要知道 白小纯通过白号 只不过蛮荒的修饰存在了很多 白号虽是明皇 可毕竟如今刚刚继位 还没有完整地掌控明河之力 且又没有特定的目标 于是这寻找 也就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 真的是神算子 白小纯顿时乐了 身体一晃 直奔那处部落飞去 宋缺也赶紧跟随在后 很快的 二人就到了这处部落的半空中 他们的出现 立刻就引起了这部落内 那些土著的惊慌 纷纷从地面爬起 向着天空膜拜 更有不少高大粗壮 也都纷纷跑出 如看神灵一般 冲着天空上的白小纯 与宋缺跪拜下来 这一处部落很有意思 白小纯立刻就看出 里面明显是部落头领的 一个女土著 其身体散出的波动 以堪比结单 至于神算子 原本呆滞的双眼 此刻在看到白小纯与宋缺后 明显愣了 身体慢慢颤抖 眼睛缓缓睁大 似觉得自己看错了 无法置信中 觉得如做梦一般 还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当他确定自己所看的 正是白小纯与宋缺后 神算子猛地就跳了起来 宋缺 白小纯 神算子声音都发颤了 整个人激动到无法自意 眼泪都流了下来 恍惚中发出大吼 声音都嘶哑了 救我 救我 他的吼声 让四周那些部落土著 都愣了一下 白小纯也很是惊喜 右手猛地抬起虚空一抓 立刻神算子的身体 就升空而来 对于白小纯的出手 这部落内的所有土著 都颤抖中更为敬畏 不敢阻挡丝毫 你们终于来了 我 我都要疯了 天啊 这是真的吗 我给自己算过 一定会有人来救我 我等了你们几十年啊 我以为再也等不到你们了 神算子激动的眼泪更多 哆嗦中话语都颠三倒四的了 近距离去看 神算子的身体削瘦得恐怖 肋骨都清晰可见 样子更是狼狈到了极致 眼看神算子那明显处于 激动与恍惚中的样子 白小纯也都被对方的凄惨震动 一旁的宋缺 他与神算子 当年都是血系宗的弟子 此刻面色阴沉 猛地看向下方的土著部落 正要出手 可却被神算子赶紧阻挡 放了他们吧 这里面 有很多 都是我的血脉啊 神算子欲哭无泪 他当年被传送到了蛮荒后 重伤之下 修为跌落到了宁妻的境界 被这个母系部落抓到后 被那胃头领下了禁止 使得其修为无法恢复 因是修士 所以被这个部落看中 当成了播种奴 这些年来 他不断地播种 如被掏空一般 他已经绝望了 尤其是那些女土著野蛮 还奇丑无比 又很是粗暴 而那些男性土著 对他又充满嫉妒 使得神算子都要崩溃了 若非他算出 一定有人在未来救自己 甚至都想到了自杀 直至今天 他终于等到了白小淳与宋缺 且很明显的 二人都混得比自己好了太多太多 这就让神算子眼泪更多了 听到了神算子的诉说 宋缺张大了嘴巴 看向神算子时 满是同情 白小淳更是睁大了眼 他忽然觉得 与神算子比较 自己那点失算什么呀 若润被强推 这神算子才是天下无敌 哼哼子 我懂你 白小淳长叹一声 同情地看着神算子 拍了拍他削瘦的肩膀 第855章 三人行 看到了凄惨的神算子 白小淳满是同情 内心不由地将红尘女 与这母系部落的那些女土著 进行了比较 这么一笔 白小淳顿时觉得 自己很幸福 不过表面上 他自然不会表露 只是看向神算子的目光里 同情更多了 就这样 他与宋缺 将神算子 从这个部落内带走了 离开了那个母系部落 有白小淳的丹药 神算子身上的静置 以及伤势 都在慢慢地恢复中 他的面色 也都不再是如曾经般的苍白 而是出现了一些血色 最重要的是他心情 充满了激动与劫后余生的喜悦 整个人如同心生一般 心情无比的美好 他觉得 天空是那么的蔚蓝 阳光是那么的明媚 一切都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只是 这种情绪只是存在了一个时辰 在三人离开了那处母系部落不久 白小淳在她的身边 总是不断地开口 神算子啊 你混得也太惨了呀 哎 在你之前 我还以为缺儿最惨 没想到 是你 白小淳的感慨 让一旁的宋缺内心冷哼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白小淳 显然是准备在神算子那里显摆 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 实在是白小淳等了一个时辰 也不见神算子来问自己 在这蛮荒中混得如何 这就让白小淳心底不高兴了 那种锦衣夜行的感觉 让他心头如小猫再抓 很期待神算子能问问自己 神算子神色古怪 虽有些年头没见白小淳 可他对于白小淳的了解还是很多 尤其是白小淳与宋缺的修为 他之前还没仔细去观察 眼下看到后 内心已经震动 此刻一眼就看出了白小淳的想法 他不由地想到了 当初在星空道集中 以及长城的一幕幕 暗自下定决心 绝不开口去问 于是岔开话题 先不说这个 我伤势没痊愈 等我修炼一下 神算子打了个哈哈 索性在这前行中 凝神运转修为 白小淳有些无奈 他觉得这个神算子 太不讲义气了 自己只不过是想要显摆一下而已 就不能配合一下 此刻他无限地想念徐宝才 琢磨着 要是徐宝才在这里 一定会配合自己的 眼看白小淳没有得偿所愿 宋缺心底就舒服了不少 就这样 在白小淳的郁闷中 三人距离生命禁区 越来越近 终于 在距离生命禁区 只剩下一天路程时 神算子眼看白小淳寺 没有机会去炫耀 忍不住 问了一句 那个 我们这是要去哪啊 他这句话一问 宋缺内心咯噔一声 正要传音时 白小淳眼睛一亮 猛地跳了出来 振奋地大声开口 咱们这是要去生命禁区 通过那里回腻合宗 生命禁区你知道吧 那里危险无比 别说是原因了 就算是天人 也都不敢踏入半步啊 生命禁区 神算子猛地睁大了眼 这生命禁区 他也听说过 知道白小淳说得不假 甚至也不夸张 按照他的了解 那生命禁区内 哪怕半神 也都要止步 那是一切生命的进入之地 我们还是走长城吧 神算子咽了口唾沫 他曾经只算出 自己是被人救走 可却没算出 救走之后的生死 经历了劫后余生 他对于小命看得极重 此刻赶紧开口 一旁的宋缺 闻言长叹一声 他明白 此刻 谁也无法去阻挡 白小淳的炫耀与显摆了 果然如他所料 神算子话语说出的瞬间 白小淳眼睛就亮了 神算子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来来来 我告诉你啊 白小淳得意的一拍储物袋 立刻手中就出现了一枚令牌 神算子一愣 看着那枚令牌 隐隐感觉 自己似乎给了白小淳机会 看到了吗 有这枚令牌 我们就可以顺畅无比地 通过生命禁区了 白小淳说着 上去一把搂住神算子 眉飞色舞地开起口来 你一定有疑问 想要知道这令牌是什么 又是我从何处得到 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 不过我没有时间 我详细和你说说啊 这要从当年 我被传送到这蛮黄的第一天 开始说起了 一天的时间 很快流逝 白小淳的故事 也说了整整大半天的时间 对于自身的地位以及身份 更是得意地道出 开始的时候 神算子还心底叹息 可很快的 当他听说白小淳 居然绑架了半神巨鬼王后 神算子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 不断地吸气 但不多时 他就知道 与绑架了巨鬼王比较 白小淳之后所做的事情 才是惊天动地 你说你 绑架了蛮黄所有的天骄 巨鬼王把红尘女许配给你 你 你说你成为了魁皇朝的监察使 抄家无数 你帮大天师推动了重恩令 你是地品巅峰练魂师 天啊 你没开玩笑吧 你的弟子是明皇 神算子脑海彻底轰鸣 他呼吸急促 一脸无法置信 更是骇然地张着大嘴 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白小淳说的这些事情 他觉得 如天方夜谭一般 根本就无法去相信 白小淳干咳一声 注意到神算子的目光后 他内心极为舒坦 觉得自己 在这离开蛮荒前 总算是没有遗憾了 享受着神算子的瞩目 白小淳也难得地谦虚了一下 还可以吧 实际上 我只是 用了一小部分力气罢了 白小淳小袖一甩 抬着下巴 淡然开口 你们也知道 任何事情 我白小淳甩袖间 必将灰飞烟灭 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神算子只觉得 天雷不断地在耳边轰鸣 他原本是不相信的 可偏偏 一旁的颂缺 始终都是面色难看 一言不发 这一切 就让神算子内心狂震 掀起滔天大浪 可那无法置信的感觉 依旧强烈无比 尤其是最后一条 白小淳的弟子 居然是明皇 这就让神算子内心颤抖的同时 更有无限的悲哀与感慨 他发现了 人比人 真的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这白小淳 似乎无论到了什么地方 都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星空到极宗 他可以拉帮结派 形成一股势力 长城中 他可以凭着战功 直接成为万众瞩目地万副长 到了这蛮荒 这家伙更是爆发一般 居然成为了明皇的师父 这种种思绪 化作的刺激 让神算子在这后半天里 一路上都是浑浑噩噩 脑海温明不断 都在回荡白小淳所说的那些事情 这里面任何一件 都是惊天动地 就这样 在神算子的昏头昏脑中 三人终于在这一天的黄昏 来到了这通天和东脉 与北脉长城之间的 生命禁区 那里有一条纵横而过 如同卧龙的山脉 而踏过这条山脉 就算是踏入到了 那传说中 没有人可以进去的生命禁区 看着那条山脉 白小淳摸了摸除无袋 他相信守灵人 没必要欺骗自己 于是一咬牙 直奔山脉飞去 宋缺也深吸口气 实际上若有可能 他也不想走这里 实在是他也知道 长城坍塌 天尊布置下的封印 他们无法通过 如果等下去 将布置要等多久 且白小淳四 很有信心的样子 宋缺也就咬牙 目中露出果断 跟随而去 神算子此刻的恍惚 也慢慢平缓下来 看向白小淳时 内心早已敬畏无比 只觉得这个白小淳就是神人 对于这生命禁区 他对白小淳的信心 要远远超出宋缺 眼下没有半点迟疑 三人刹那间 就翻越山脉 踏入生命禁区 第856章 古舟歌声 通天世界的生命禁区 是如何形成的 此事众说纷纭 可最终也没有一个定论 或许在这天地内 只有那么 极少数的几个人 才知晓 生命禁区 到底如何出现 甚至关于生命禁区内 到底存在了什么 为何一切生命 踏入这里 都将死亡 此事也成为了一个谜团 可不管如何 无论是天人 又或者是半神 只要踏入生命禁区内 就绝对没有可能回来 此事 在岁月中 已被证实 就算是对生命禁区 有研究之人 又或者好奇 此地为何决断 一切生命的修饰 也只是知晓 在那无人禁区中 存在了一片白色的大海 这大海 不是水滴 而是 古套 准确说的 那是一片古海 站在那条山脉的顶端 放眼看去 磅礴地看不到 边际的无人禁区内 常年有白色的雾气笼罩 而在那雾气下 地面上如同海水般 被一片片白色的骨头扑满 那些骨头太多 有人的 有瘦的 累积在一起 根本就感受不到具体多厚 只是能感受出 这片古海中 一片寂静的同时 似乎也存在了无尽的怨气 这里 没有任何生命 没有任何声音 平静中的死寂 让人心颤 也正是因这片古海 所以对于这生命禁区 最多的传说 是说 在世界诞生之前 曾爆发过一场 无法想象的战争 这场战争 造成了生命禁区内 那无边的古海 四处生命禁区 皆是如此 此刻 在这东北方向的 生命禁区内 多少年来 终于出现了三个身影 白小唇胆颤心惊 心神紧张 踩着脚下的无尽骨头 甚至每一步落下 都可以听到咔咔的声音 在这寂静的生命禁区内 这声音清脆 回荡四方 哪怕是对守灵人有信心 可这一刻 白小唇还是恐惧了 他死死地 抓着手中的令牌 宋雀与神算子 也都心底颤抖 紧紧跟随在白小唇身后 好在这令牌 在白小唇三人 踏入生命禁区的瞬间 就如同烛火一般 散出微弱的光芒 这光芒覆盖了 四周十丈范围 将三人笼罩在内的同时 也使得四周的雾气 缓缓到来碰触后 立刻就消散了 这才让三人心中松了口气 一路在那咔嚓咔嚓声中 不断地前行 出来乍到 他们也不敢尝试能否飞行 此刻都打起精神 观察四周的同时 快速及时 远远看去 满是迷雾的生命禁区内 白小唇三人四周的十丈范围 仿佛成为了黑夜中唯一的灯火 很是明显 白小唇面色发白 他这一路脚底下 不知道踩碎了多少的骨头 好在这生命禁区内 似乎真的没有任何生命存在 就这样 过去了三天 这三天的时间 他们虽没有飞行 可脚步也是极快 一路走过 宋缺似乎也都习惯了 踩碎骨头的声音 也习惯了四周的压抑 神色慢慢从容 神算子也好了一些 唯独白小唇这里 他的警惕极高 眼看白小唇依旧紧张 宋缺内心不屑地冷哼 胆子似乎更大了 迈着大步 甚至故意踩出更大的声音 让白小唇这里好几次都不满 宋缺你小点声 神算子也觉得 宋缺有些过了 赶紧提醒 宋缺哼了一声 正要开口反驳 可就在这时 突然地 始终警惕八方的白小唇 惊呼一声 你们听到了吗 他话语一出 宋缺脚步一顿 神算子也停住脚步 二人立刻凝神聆听 刚开始 他们还什么都没听到 可很快的 二人就面色一变 他们听到了 在这无人禁区内 居然从远处 如飘摇一般 传来了 歌声 那是一个女子的歌声 只是四距离太远 听不清歌词 但这歌声的出现 依旧是让白小唇这里 面色瞬间苍白 不对啊 公孙娃 莫非逃到了这里 白小唇立刻就想到了 公孙娃 可很快的 他就隐隐从那歌声里 听出了四不像是 公孙娃的声音 宋缺与神算子 也都骤然紧张起来 不断地四下打量 寻找歌声的来源时 忽然地 神算子眼睛睁大 一指前方 在那里 随着他的开口 白小唇与宋缺 也猛地看去 立刻就看到 在远处的雾气内 竟有无数的骸骨 那些骸骨不是躺在地面上 而是战力 最先出现在 白小唇三人墓中的 是足有上万的 如常人般大小的骸骨 他们都弯着腰 在肩膀上 都有一条黑色的绳索 竟是在如欠夫一般 拉动绳索 更惊人的是 在那上万骸骨出现后 于他们的后方 竟陆续地出现了 上千个身体庞大 足有百丈之高的巨大骸骨 这些骸骨 一样是肩膀都有绳索 也在拉扯 这还没有结束 在这上千巨人骸骨的后方 竟还有上百尊身体 近千丈的巨大的凶兽骸骨 这些凶兽各自不同 有的如狮 有的如虎 甚至白小唇 还看到了三条骨龙 这一幕幕 顿时就让三人内心轰鸣 而紧接着 出现在他们墓中的 则是在那三条骨龙后方 一艘 足以数万丈大小的 惊天动地的巨大战舟 这战舟极其高大 通体漆黑 虽破损不堪 甚至就连旗帜也都残缺 可依旧还是能看出 这战舟的惊人气势 可偏偏 任凭他们如何拉动绳索 任凭他们如何前行 这战舟摩擦地面古海 竟都无声无息 整个生命禁区 依旧是死寂 唯独 那模糊的歌声 似从这战舟内传出 这一幕 让白小唇身体都哆嗦了 他在那战舟上 感受到了一股 前所未有的恐怖感 此刻急速后退 这里不对劲啊 这生命禁区 怎么会有战舟 还是那么多的海骨 再拉动 太可怕了 白小唇面色苍白 赶紧开口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我觉得 走长城 或许是个好主意 白小唇话语一出 但就在他声音落下的瞬间 突然的 三人眼中远处的战舟 竟在眨眼间 消失无影 不但是战舟消失 一切拉动战舟的海骨 也都散去 甚至就连歌声也都消失 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白小唇一愣 宋雀与神算子也都恍然 被那战舟的诡异震撼 可眼看战舟消失 最重要的是 宋雀眼看白小唇这里害怕 他忽然自己 就不害怕了 不懈地冷哼一声 生命禁区那本就诡异 出现一艘船 有什么可害怕的 这分明只是此地的幻境而已 不去理会就好 至于你白小唇 莫非是怕了 白小唇一听这话 眼睛瞪了起来 我怕鬼 我堂堂准天品练魂师 最大的鬼 都是我的弟子 我会怕鬼 开玩笑 白小唇袖子一甩 傲然说道 宋雀冷笑一声 没说话 拉住神算子 一起向前急速走去 神算子迟疑了一下 看了看宋雀 又看了看白小唇 想要说些什么 可他修为最弱 被宋雀拉着 难以反抗 只能苦笑 或许真的是幻境 白小唇也觉得没面子 他也没想到 这战舟看起来诡异 可竟突然消失 于是摸了摸鼻子 琢磨着自己 毕竟是宋雀的长辈 既然晚辈都去了 他作为长辈的 很有必要去保护一下晚辈的安全 这么地安慰自己后 白小唇叹了口气 也快走几步 让宋雀神算子两人 仍在令牌保护范围之内 时间流逝 很快过去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 那战舟再没有出现过 慢慢地 白小唇也都松了口气 三人的速度 也都渐渐快了起来 可就在又过去了数日后 这一天黄昏 正在及时的三人 忽然神色再次一变 他们的耳边 又听到了那女子的歌声 这一次 歌声禁笔之前 清晰了一些 以至于他们隐隐听清楚了 那若隐若现的歌词 这歌词诡异 明明听清 可却无法记住 但其大意 却是烙印在了 白小唇三人的脑海中 那歌词所说 似在描述一个孩子 吞了自己母亲手臂的故事 第857章 逆河之威 这歌词的大意 让白小唇寒毛耸力 就算是宋雀与神算子 也都神色变化 与此同时 那上万的骸骨 以及磅礴的湛舟 也再次出现 这一次 距离他们三人更近 只有不到500丈的距离 甚至那湛舟上的一切 都可以被三人看得略为清楚 可就在三人心神震动时 那歌声再一次消失了 湛舟也瞬间没有了踪影 这一次 宋雀不再冷亨 他的面色也苍白了一些 三人相互看了看 都看出了此事的不对劲 要知道 这湛舟第一次出现 是在距离三人上千丈外消失 而如今第二次出现 却只是在500丈外消失 他们不敢去想 如果这湛舟能第三次出现 会不会 距离三人更近 而显然 顺着原路回去 也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单个不说 也很难保证 会没有意外出现 同时按照白小纯来之前所看的地图 这片无人禁区 看似无尽 可实际上 凭着他们的速度 不到三个月 就可走完 眼下 他们已经算是 走完了近一半 沉默中 三人相互看了看 宋雀咬牙 默然开口 这舟船间隔了一个月 才第二次出现 我们加速前行 争取在舟船到来前 离开这鬼地方 宋雀话语一出 神算子也点了点头 白小纯沉吟少请 他始终觉得 守灵人不会害自己 于是也一咬牙 与宋雀以及神算子 三人不再是于地面挤持 而是腾空而起 化作长虹 加速前行 呼啸间 三人速度都爆发开来 直奔远方 时间流逝 又过去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 那舟船始终没出现 可白小纯的警惕 丝毫没有减少 始终留意四方 速度也都全力爆发 神算子速度慢 可在白小纯的拉扯下 一样咬牙坚持 只是 就在这半个月过去后 突然的 这一天黄昏 正在天空及时的三人 他们的耳边 第三次地听到了 那让人毛骨悚然的歌声 这一次歌声更清晰的同时 他们也看到了 在几百帐外 无声无息间出现的上万海骨 以及那惊人的湛舟 这一次湛舟的距离 实在是太近了 以至于白小纯 都看清楚了湛舟的旗杆上 赫然有三面旗帜 都嗅着鬼脸 尤其是最中间的一个鬼脸 青面獠牙 似在向着三人争鸣的笑 只是看一眼 白小纯就觉得脑海瘟鸣 宋缺与神算子 也面色大变 那湛舟在上万海骨的拉扯下 直奔三人而来 顷刻间距离缩短 三百丈 二百丈 越来越近 甚至白小纯都看清了 那每一个海骨的样子 看到了这些海骨 一个个都是面无表情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海骨身上 散出的浓郁怨气 这些海骨 有的已经彻底腐烂成为骨头 有的则是腐烂了大半 还有一些 似刚刚开始腐烂 他们的衣着也都不同 似从不同岁月而来 里面有魂修 也有修饰 尤其是随着接近 那战舟上的一切 也都被白小纯三人清晰目睹 黑色战舟 弥漫了一处处裂缝 似千疮百孔 经历了大战一般 这一切都是刹那间就发生 白小纯三人色变 猛的就要后退 可依旧是在他们要退后的瞬间 突然的 歌声消失 舟船消失 只是 这一次的消失 战舟那儿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只剩下了一百丈 这一幕 让白小纯心都颤了 宋缺与神算子也都哆嗦着 三人呼吸急促的同时 都生起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 这一次半个月就出现了 距离我们更近了 一旦第四次出现 必定就直接撞在我们身上 该死的 这是什么鬼地方 我可不想成为 那拉动舟船的海骨 白小纯 你不是说有令牌在 没危险吗 宋缺与神算子都着急了 白小纯眼睛也红了 他此刻也非常不安 听到宋缺与神算子的话语后 猛的就是大吼一声 都别说了 宋缺 神算子 你们速度慢 我带着你们飞 一定要在半个月内 离开这里 哪怕白小纯对守灵人有信心 可如今的情况 让他的危机感越发强烈 此刻话语间 他双手抬起虚空一抓 立刻就将宋缺与神算子拉到身边 身体一晃轰然而起 爆发出了他堪比天人的速度 轰轰声中 向着远处天空 急速飞去 这一飞 就是七天 只是 哪怕白小纯的速度极快 可依旧还是在那第七天的黄昏礼 在那吉时中 他们三人的耳边 又一次的 听到了那诡异的歌声 这一次 歌声好似就在他们的耳边 如同那女子在他们身边歌唱般 而那上万海谷拉动的巨大舟船 也瞬间 就在他们三人百丈外的雾气内 猛地就出现了 这一次太近 还没等白小纯三人仔细去看 一股巨大的犀利 就猛地 从那湛舟上爆发出来 与此同时 这湛舟前的上万海谷 也都好似爆发一般 速度更快 瞬间 就拉动那庞大的湛舟 在白小纯三人的惊呼与亥然中 上万海谷 就直接地撞击在了白小纯三人身上 白小纯尖叫一声 眼前猛的一花 不仅仅是他 这里如此 宋缺 神算子 也都是眼前一花 当三人的目光清晰时 他们全部到吸口气 骇然地发现 自己居然在了 那黑色的湛舟上 四周雾气翻滚 湛舟下上万海谷 不断拉扯湛舟前行 而他们三人 则是站在了湛舟的甲板上 眼睁睁地看着湛舟 在这生命禁区的雾气内 不断地向前移动 就在白小纯三人 出现在那磅礴的鬼舟上之时 远在生命禁区外 在那通天河东脉 中游区域里的逆河宗 此刻有钟声 急咒地回荡起来 随着钟声的传出 心中压抑 呼吸也都粗重 这些年来 逆河宗在钟游区域 如履薄冰 实在是宗门内的几位老祖 始终都没有人修为能突破原因 踏入天人 这一步实在是太难太难 也正是因这个缘故 钟游的星河院 道河院 以及集河院 这三大宗门 渐渐蠢蠢欲动 更是在这些年 彼此摩擦越来越多 甚至多次出现逆河宗修士的伤亡 毕竟当年逆河宗的到来 已经影响了三大宗门的利益 更不用说 在那传承山上 白小纯的出手 更是为逆河宗 夺走了大量的资源 使得矛盾加深 尤其是如今这些年 三大宗门成长起来的天骄 每一个的脸上 都几乎永远地 带着一个乌龟的印记 这就使得他们对于逆河宗 对于白小纯的恨 已然入骨 而眼下 又快要到了下一次传承山的开启 也就使得三大宗门下定决心 甚至已经暗中 请示了星空道集宗 获得了默许 于是 要发动一场 灭宗之战 如今逆河宗的终生 就是通过暗子 获得了这个消息后 全宗的备战之声 一方面 为了生存 逆河宗不得不派遣使者 去星空道集宗求情 毕竟当年的白小纯 曾是万夫长 他留下了一些人脉 这些年 这些人脉对逆河宗也有照顾 否则的话 怕是三大宗门早就 按耐不住了 只是 白小纯毕竟不在这里了 虽说蛮荒那边有传闻 他依旧还活着 可原水解不了尽渴 逆河宗 全宗危机 而另一方面 则是所有老祖都出关 宗门开启大阵 准备去抵抗 这决定宗门生死的一战 只是这一战 逆河宗 无人有把握 实在是他们的对手 也将全力出击 那可是三位天人 哪怕只是用最低层次的办法 晋升的天人 可对于修士而言 那依旧是 天人 决定宗门生死的一战 誓死寿宗 终生下 几乎所有逆河宗修士 都红着眼 发出嘀吼的同时 在逆河宗内 也有一声惊天的咆哮 冲天而起 那是一尊身体足有数百丈大小 铜体紫色 四脚踏着黑色火焰 四龙四旗 气势滔天 就连原因大圆满的老祖看到后 也要振奋的 王寿 铁蛋 第858章 诡异古周 在逆河宗那里 与中游其他三大宗门 已经多年摩擦 如今大战已迫在眉睫 很快就要爆发的同时 在这生命禁区内 想要通过这里 回到逆河宗的白小纯三人 也正陷入到了巨大的恐怖当中 此刻 他们站在那艘庞大的鬼舟的甲板上 纷纷面色变化 急速地看向四周 这鬼舟远看 满是伤痕 近看更是如此 甚至 在那漆黑的甲板上 都出现了很多缝隙 显然是这艘鬼舟 曾经历了无法想象的战斗 可就算是伤痕累累 此周上散发出的惊人的气息 依旧是强悍无比 甚至白小纯不知是不是错觉 在他感受里 这鬼舟给他的危机感 竟与天尊差不多 甚至似乎还超过了一些 可以说惊心动魄 白小纯心神紧张 目光快速扫过四周后 他猛地一晃 就要跳下这艘鬼舟 宋缺与神算子一样这般打算 可就在三人靠近鬼舟边缘 想要跳出时 却有一道黑色的光幕 漠然间从这四周浮现出来 砰的一声 竟阻挡了三人的身影 哪怕是白小纯如今镇压天人初期 甚至能与天人中期一战的修为 竟也无法穿透着黑色光幕 被猛地弹了回来 白小纯立刻急了 又冲了一次 可依旧还是被阻挡 他顿时就吸了口气 宋缺与神算子更是这样 三人呼吸急促 面色再变的同时 也不得不凝重地 再次仔细观察四周 这周船甲板上很是空旷 看不到太多的建筑 只有一个凸起的船舱 显然是这艘战舟的入口 而其他地方 都是残破 或许曾经这艘战舟上 存在了不少的建筑 而眼下 都已破碎 只能看到那船舱顶部 竖着的旗杆上的 三面诡异的鬼脸旗帜 以及这船舱前方 挂在门口上方的一面 古朴的八卦镜 除此之外 别无他物 宋缺面色难看 一晃之下 向前走去 在这四周查看起来 神算子则是不断地喘着粗气 他本就身体虚弱 此刻觉得站在鬼舟上后 全身上下 透着无尽的冰寒 哆嗦起来 神算子 你赶紧算算 看看怎么离开这艘船 白小纯望着船舱入口 他有种感觉 似乎这艘鬼舟有自己的生命 将自己三人挪一过来 就是想要他们顺着入口进去 神算子心中也恐惧无比 此刻文言连忙从怀里 取出一枚铜钱 这是他的算命法宝 平日里很是在意 就算是在那土著部落里 也都不断地播种示好 这才允许他将这铜钱留在身边 着急了 赶紧取出 正要展开术法神通去算 可就在他将铜钱取出的刹那 忽然的 那棋杆上的三面旗帜 正中间的青面獠牙的鬼脸 猛地摇晃了一下 顿时神算子的右手 竟不由自主地一抖 一下子没拿住铜钱 这铜钱居然从他手中掉落 摔在了甲板上时 滚入到了一条裂缝内 掉了进去 消失不见 我的法钱啊 这可是独一无二的法钱 是我的本命法宝 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啊 神算子顿时急了 赶紧看向那裂缝 可这裂缝下漆黑无比 看不清晰 也不知道那法钱掉在了那里 神算子都哭了 他没想到 自己在部落里都熬了过来 保住了铜钱 可如今在这诡异的舟船上 竟将法钱丢了 眼看神算子算个卦 居然都能将铜钱丢了 白小春也都无奈地郁闷起来 不再指望神算子 而是目光一扫 最终还是落在了那船舱上 内心纠结的同时 宋缺也在四周查看一圈 回来后 站在那船舱门口 也在皱眉思索 至于神算子 此刻哭丧着脸 内心懊悔无比 可却不敢去埋怨白小春 只能带着心痛抬起头 目光落在那船舱上的同时 他忽然眼睛猛地一亮 他盯着那船舱上 镶着的八卦镜 这镜子昏暗 已经照不出身影 模糊中给人一种 很阴森的感觉 可在神算子看去 这镜子却非同反响 这是个宝物啊 神算子呼吸一宁 他擅长算卦 对于这镜子有种直觉 隐隐觉得 此物适合自己 尤其是如今铜钱丢了 他本就郁闷 眼下猛地上前 直接就一把 将那八卦镜给拿了下来 等一等 白小春也没想到 神算子居然这么大胆 刚要去阻止 可却晚了 神算子已经将那八卦镜 拿在了手中 白小春只觉得脑海嗡的一声 危机感一下子就爆发了 内心郁闷的同时 警惕也到了极致 就连宋缺也一样 被神算子的大胆举动吓了一跳 神算子 你干什么 说着 宋缺赶紧修为运转 可这舟船却没有半点变化 四周一切如常 舟船外的上万海骨还在拉扯 这舟船也在快速前行 眼看无碍 白小春也松了口气 看向神算子时 他觉得头都大了 此刻的神算子 也知道自己鲁莽了 有些心虚 可却死死地抓住 那八卦镜 更是快速地放入储物袋内 我的法钱掉船缝里了 我拿他一个铜镜 就当是交换了 神算子赶紧说了一句 白小春揉了揉眉心 很是头痛 宋缺也瞪了神算子一眼 皱着眉头 收回目光后 看向那船舱 目中慢慢露出果断 既然这舟船诡异 把我们挪一上来 不让我们出去 那么 就下去看他好了 我倒要看看 这里面到底存在了什么 宋缺一咬牙 说完后 他没看白小春与神算子 而是一步向着那船舱的入口走去 白小春赶紧高呼一声 宋缺你等等 可宋缺却置若罔闻 头也不回 走了进去 踏入到了船舱中 白小春立刻就怒了 他觉得这神算子与宋缺 竟如此冲动 怎么说 自己也是这个三人小队的头领啊 他们竟不听自己的 这两个家伙有毛病啊 一个看到镜子 就探得不要命了 另一个更直接 冲动地去找死 白小春正着急 一旁的神算子 神色迟疑 可想到自己的法钱 说不定就掉在了下面 他心痛之下 也就狠狠一咬牙 向着船舱走去 宋缺说的有道理 我觉得这舟船对我们没恶意 不然的话 估计我们早就死了 下去看看也好 神算子说着 竟也在宋缺进去后 一晃之下 踏入船舱中 速度极快 消失无影 刹那间 这偌大的甲板上 就只剩下了白小春一个人 而此刻的白小春 面色也慢慢变得难看起来 他急促地喘息着 看着那船舱入口 觉得这入口 如同厉鬼的森森大口 不对劲 宋缺不是那么鲁莽的人 神算子也不是 否则的话 他们也不能活到现在了 可为何 在踏上这舟船后 他们两个的行为如此诡异 白小春想到这里 顿时后背凉嗖嗖地 再次看向四周 可这四周一切如常 只有远处的雾气 不断地翻滚 一片死寂 纠结一番 白小春狠狠一咬牙 这舟船不让他们离开 唯一的选择 就是进入船舱内 且他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宋缺与神算子 跳入火坑 此刻双眼都出现血丝 白小春大吼一声 从储物袋内取出不少 用过了好几次的符纹 噼里啪啦地 全部贴在身上后 修为运转 肉身之力也都展开 甚至还觉得不放心 竟从储物袋内 取出了一些护甲 快速地穿上后 他猛地冲向船舱 就在白小春的身影 也踏入船舱入口的刹那 无人的甲板上 那旗杆上的三面旗帜里 最中间的青面獠牙的旗帜 无风自动 缓缓摇晃了几下 使得鬼脸扭曲 仿佛在笑 第859章 话语长生 船舱内 是一条通往下方一层的楼梯 白小春进来时 已看不到了宋缺 只能看到下方楼梯镜头 神算子的身影一闪而过 白小春赶紧迈步 踏着楼梯 向下小心翼翼地走去 很快地就到了尽头处 到了这鬼州的第一层 就在他踏入 这第一层的刹那 他一眼就看到了 宋缺与神算子 二人此刻睁大了眼 正好奇地打量四周 白小春看到二人没事 也松了口气 快走几步 到了二人身边 目光也随之一扫 在这整个一层扫过 这第一层范围不小 可却诡异的是空旷无比 与甲板也都相差无几 在不远处 还有一条通往下方的楼梯 除此之外就没了 唯独在这四周的墙壁上 竟挂着一幅环形的巨大的画 画中有天空 那天空不是蔚蓝 而是如海面般 有层层波澜 若非是有云层躲躲 白小春一时都看不出来 那是天空 而最惊人的 是这巨大的画中 天空中赫然有一只巨大的手掌 这手掌太大了 占据了近乎一半的天空 似正在从天而降 向着大地拍下 仅仅是看到画面 白小春都觉得心神轰鸣 仿佛身临其境 感受到了一股难以形容的威压 扑面而来 这感觉极其绝望 好似那手掌之力 足以 蔑视 大地上 一片干枯 地面存在了无数裂缝 而在地面上 此刻站着 三个似乎惊天动地的巨人 这三个巨人神色内 带着誓死如归的神情 每个人都抬起一只手 似乎要去抵抗 那苍穹落下的手掌 画面内 只有这些 而整个一层 也只有这一幅巨大的画 白小春看不懂 颂缺与神算子也看不懂 可他二人一样 此刻心神被这画所吸引 掀起大骂 好伴上 白小春是第一个苏醒的 他面色苍白 呼吸急促地退后几步 只觉得脑海温明不断 更是头痛欲裂 目中露出金句 这幅画 居然有如此惊人之力 射人心魂 白小春吸气平复时 注意到宋缺与神算子那边 此刻身体颤抖 眼中血丝弥漫 表情挣扎中带着绝望 他立刻袖子一甩 化作一股 大力落在二人身上 顿时宋缺全身一震 苏醒过来 嘴角一出鲜血 亮腔地退后几步 目中带着亥然 一旁的神算子 修为本就不如宋缺 此刻狂喷鲜血 面色苍白到了极致 都站不稳身子 整个人尾顿下来时 其恐惧感最为强烈 这是什么话 神算子急促地喘着粗气 不敢再去看第二眼 这里太诡异了 我们还是出去吧 在甲板上 找找办法离开 我总觉得 这里越是向下 就越是头皮发麻 白小春打量了宋缺与神算子一眼 宋缺距离他有些距离 可神算子却不远 于是开口的同时 白小春也缓缓靠近神算子 可就在他话语刚刚传出的瞬间 不远处的宋缺 忽然身体一晃 静直奔不远处 向下通往第二层的楼梯而去 速度之快 刹那间 进到了楼梯处 猛地就踏着楼梯下去了 神算子也是一晃 静与宋缺一样 对白小春这里毫不理会 直奔下方楼梯 白小春眼看如此 目中猛地一闪 右手默然抬起 一把抓向神算子 可就在他抓到神算子的刹那 神算子猛地回头 神色猙獰 向着白小春发出无声的咆哮 在他咆哮的瞬间 竟在他的面孔上 浮现出了一张鬼脸 这鬼脸正是青面獠牙 吼声直接就在白小春心神内爆开 白小春面色一变 只觉得一股大力从手中传来 刹那间神算子竟正脱开来 直奔楼梯 消失无影 这一幕 让白小春身体震动 面色难看的同时 内心咯噔一下 他之前的话语 是在试探 在甲板上 他就察觉不对劲 此刻试探之下 立刻就看出 神算子与宋缺 明显是在神志上 被这周传操控 青面獠牙 是那面旗帜 白小春脑海里 立刻就浮现出 甲板上骑杆上的 三面旗帜里中间的那一面 他猛然转身 正要顺着下来的楼梯 回到甲板 可在回头看去的瞬间 白小春脚步一顿 通往上面的楼梯 消失了 这就让白小春 脑海嗡的一声 面色煞白的同时 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只觉得这四周越发阴森 那种感觉 让他心脏咚咚地剧烈跳着 像肋骨一样 怎么办 怎么办 白小春着急了 只能死死地抓住 守灵人给他的令牌 将全部希望都放在上面 我可是冥皇的师父啊 这天地间的鬼魂 谁敢惹我 白小春哭丧着脸 给自己打气的同时 更是取出一团多色火 拿在手中给自己撞弹 犹豫再三 他狠狠咬牙 低吼中 向着通往下层的楼梯跑去 实在是他自己一个人在这里 太过恐惧 且无论如何 他也没法眼睁睁地 看着宋缺与神算子 就这么地被控制了 该死的 早知道我一个人回宁何宗了 白小春心底哆嗦 懊悔的同时 顺着楼梯 更为小心地慢慢走下 渐渐到了尽头后 出现在了 这鬼舟的第二层 在进入这第二层的瞬间 白小春的警惕就骤然爆发 全身修为运转的瞬间 神识也刹那散开 覆盖整个第二层 但凡有丝毫变故 他都可以马上察觉 更是打定主意 绝不看壁画 可这第二层 与白小春所想的不大一样 这里没有明显的危机 且这第二层的范围 比第一层还要大了一些 四周的墙壁上 也没有了壁画 只有黄色的烛光 将这第二层映照得有些昏暗 至于中间区域 存在了一张摇椅 这摇椅一动不动地放在那里 看起来毫不起眼 可在摇椅的前方 却是存在了两幅骸骨 血肉早已消散 剩下的只是骨架 这两幅骸骨 彼此相对跪在那里 能看出生前是两个男性 他们一个是通体金色 一个是通体如水晶一般 虽是彼此对跪 可却依靠得很近 仿佛生前就彼此抱在一起 原本这并非恐怖 可诡异的是 这两幅抱在一起的骸骨 他们的头部 竟融合在了一起 显然还没有彻底融合完 而是融合了一半 可越是这样 就越是惊人 如同怪物 这就让白小纯在看到后 内心震战 到吸口气 此刻他也看到了宋缺与神算子 发现他们二人 竟都站在那两幅骸骨身边 一动不动 他们难道要融合 白小纯不知怎么的 突然就想到了这一点 脑海嗡的一声 只觉得这一幕 太过恐怖与诡异了 可就在他心脏急跳的瞬间 忽然的 白小纯这里猛地意识到 有些不对劲 他的目光瞬间 就从宋缺与神算子那里移开 又一次地落在了 那金色的骸骨身上 仔细一看后 他的面色 前所未有地猛变起来 不死长生公的气息 这是 不死卷大肠 白小纯猴杰都被震得 上下滚动了几下 脑海掀起滔天大浪 他绝不会看错 毕竟 他也修炼了不死卷 无论是当年的血祖 还是他自己 又或者是眼前这金色的骸骨 修炼的 都是不死长生公的不死卷 如果金色骸骨是不死卷大成 那么 那水晶般的骸骨 莫非是 白小纯猴杰疏地急促起来 目光瞬间看去时 这一次 他仔细感受后 立刻就察觉到 在那水晶骸骨上 存在了浓郁的生机 仿佛有长生之意 长生卷 白小纯顿时就有了明误 他早就知道 不死长生公 分为不死卷与长生卷 而他始终没有得到长生卷 修炼的都是不死卷 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居然在这里 看到了修炼长生卷之人的骸骨 此刻他的脑海波澜无数 雷霆滚滚 实在是这一切太突然 而白小纯更是不明白 为何这修炼了不死卷 与长生卷的两个人 居然死后 骨头会融合在一起 这就让他从心底 产生了寒意的同时 更是发毛了 可就在他这里恐惧害怕时 忽然的 那原本一动不动的摇蚁 居然 自行地摇晃起来 好似有一个看不到的身影 正坐在那里 摇来摇去 第八百六十章 有鬼 死记一般的鬼舟第二层 此刻随着那摇蚁 无声无息的自行摇晃 顿时一股阴森之感 就刹那间 在白小纯脑海里 如天雷般轰隆隆地爆发了 他只觉得 浑身上下一个机灵 整个人差点尖叫起来 双眼更是猛地睁大 实在是那摇蚁的摇晃 太过诡异 上面明明没人 可偏偏仿佛 有人坐在那里一样 甚至白小纯不知道 是不是错觉 仿佛隐隐看到 有一个脸色煞白的老玉 正带着森然的笑 一边看着自己 一边坐在那椅子上 摇来摇去 有鬼 白小纯惨叫一声 右手猛地抬起 向着宋缺与神算子 隔空一抓 顿时就将这二人抓住 身体急速后退 此刻他吓得心脏 都快跳出来了 宋缺与神算子 已经彻底失去了神志 目中露出茫然 身体也都僵硬 被白小纯隔空抓住后 也没有去反抗 任由白小纯 带着他们急速后退 可就在白小纯退后 想要逃出这里的瞬间 那摇椅的晃动 静猛地剧烈起来 好似有人在推动一般 而更惊人的 则是那正在融合中的 两幅骸骨 此刻也都微微震动 其上金光与水晶之芒 越发璀璨 白小纯心底哀嚎 眼看那椅子摇晃 越来越剧烈 他头皮发麻 整个人速度展开到了极致 瞬间就带着宋雀与神算子 出现在了通往上层的楼梯口处 将它们扔入锄带后 他没有半点迟疑 猛地就一跃而起 顺着楼梯 就要逃出此地 速度之快 刹那间 就直接到了这楼梯上方的尽头 向着上面的鬼舟一层 猛地冲入进去 可就在白小纯冲入的刹那 他眼前一花 还没等松了口气 目光一扫 整个人就再次如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眼睛瞪得老大 又看到了那两幅海骨 以及摇晃的摇椅 这里居然还是 第二层 而那摇椅此刻的摇晃 更剧烈了 隐隐好似 有诡异的咆哮声 从那摇椅上传出 白小纯觉得 头皮都要炸了 怎么会这样 白小纯惨叫一声 来不及多想 再次冲向楼梯 这次速度更快 且一路修为爆发 肉身之力运转 轰的一声 再次从那楼梯冲了上去 可依旧是眼前一花 出现时 目中所看 海骨 摇椅都在 还是第二层 仿佛 这第二层 如同一个圆圈循环 无论如何走 最终都会绕回原地 而这一次 白小纯在出现后 那摇椅的摇晃 不但剧烈到了极致 甚至在这摇晃下 这椅子都快速地 向前滑去 仿佛要来追击 白小纯整个人 吓得都要崩溃了 他大吼一声 右手抬起肩 顿时一股 竖法化作的风暴 从其手中爆发出来 直奔摇椅而去 可在轰鸣中 那风暴与摇椅碰触后 竟直接穿透而过 无法对那摇椅 产生半点伤害 这就让白小纯更颤抖了 他眼珠子赤红 此刻危机关头 根本就来不及多想 他有种强烈的感觉 如果不尽快离开这里 一旦那摇椅靠近 自己将陷入绝境 拼了 白小纯呼吸粗重 速度再次展开 化作一道残影 出现时 又一次地 到了楼梯上方的尽头 这一次 他没有立刻踏入 而是右手抬起 猛地握拳 几乎在他拳头握住的瞬间 一团黑色的漩涡 赫然在他的拳头 前方出现 这漩涡出现的一瞬 似扭曲了四周的虚无 哪怕这里是鬼州 哪怕这里是生命禁区 可还是有天地之力 扩散开来 与此同时 在那黑色漩涡的吸力下 白小纯全身的修为 气血 似乎灵魂也都融入其中 刹那就被那漩涡吸走 与此同时 他的身后赫然出现了一尊高大的身影 带着地冠 穿着地袍 一股霸道之意 轰隆隆地爆发开来 正是 不灭地权 白小纯也是被逼急了 此刻这不灭地权的展开 因他 已经是不死骨大圆满 故而爆发之下 不再是如以往般的两倍 而是 极致的五倍 五倍肉身之力 这种战力的恐怖程度 哪怕是天人中期看到 也都会倒吸口气 要知道眼下的白小纯 他的肉身之力 已经堪比天人 而这种五倍的叠加 化作一拳 其爆发的惊人程度 足以让天地色变 给我开 白小纯大吼一声 右手一拳 向着楼梯尽头 直接轰去 在他轰出不灭地权的同时 他身后那穿着地袍 带着地关 满是霸意的身影 也一样抬起右手 似与白小纯的一拳融在了一起 同时轰出 轰轰轰 剧烈的声响顿时扩散四方 这一拳 直接就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 好似一条猙獰的黑龙发狂的咆哮 随着冲出 随着拳头的落下 白小纯前方 那楼梯的尽头 好似镜面一般 顿时就传出咔咔之声 眨眼的功夫 就骤然崩溃 四分五裂 在碎裂的瞬间 白小纯猛地一步走出 这一次 他没有眼前一花 顺畅无阻 刹那就冲出了第二层 出现时 已在了一片陌生的区域 眼看自己离开了第二层 白小纯松了口气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 就不该来这里 不该走生命禁区 白小纯内心后悔 他觉得守灵人实在是坑了自己 如果早知道这生命禁区内 有这么一艘鬼舟 打死他都不来 可眼下已没别的办法了 宋雀与神算子 明显被操控了神志 若非是白小纯将他们二人 扔到了除物袋内 怕是如今都还留在那第二层中 怎么办 白小纯哭丧着脸 不灭地拳 几乎打空了他全部的肉身之力 可他毕竟是不死骨大圆满 眼下虽喘息不已 虽有虚弱之感 可却没有到那种 无法坚持的程度 只是 他的那口气刚松 正发愁时 但下一瞬 当他的目光 看向自己所在的地方时 却是身体再次颤了起来 甚至眼珠子都睁得更大 脑海天雷滚滚 那种恐惧的感觉 竟比方才还要强烈太多太多 这里的确不是第二层 可也不是第一层 甚至准确地说 这里都不能算是一整层 而是一间密室 一处女子的闺房 这闺房内有一张残破的床 上面落满了尘埃 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蜘蛛网 而在那床边 有一张梳妆台 这梳妆台很是古老 一样布满了尘埃 甚至还有不少裂缝 尤其是一角更是残缺 仔细去看 还能看到在那梳妆台上 有一些已经干枯了 不知多少岁月的黑色血迹 梳妆台的前方 则是立着一面镜子 这镜子早已破碎 一道道裂纹在上面 看起来极为诡异的同时 这镜子 更是房间内 这么一间闺房 只有一张床 一处梳妆台 以及一面镜子 简单的摆设 可却让白小纯那里 身体颤抖到了极致 脑海更是这一瞬 有无数天雷乍响 连连吸气 因为是她的耳边 再方才看到这梳妆台的刹那 就突然地听到了 自从踏入舟船后 就始终没有出现过的 歌声 那讲述着 一个孩子吞噬了母亲手臂的歌声 这歌声的清晰程度 前所未有 仿佛有人就在这闺房内去清唱 这就让白小纯整个人惊骇得要崩溃了 是谁 你不要出来啊 我弟子可是明皇 白小纯都快哭了 大吼中快速后退 想要寻找出口 她已经意识到了 自己虽逃出了第二层 可却不知为何 居然来到了这所鬼州的 核心区域 甚至她都不需要如何辨认 就可通过传入耳中的歌声 寻找到在这闺房内 歌声的来源所在之地 歌声 正是从那空旷的梳妆台上 传出 这边的梳妆台上